云运与萧颜的分别是无数斗破苍穹粉丝的遗憾 但是为了萧颜的严盟能够顺利发展 云运不得不带领纳兰燕燃去往了中州 那么云运在中州到底遇到了什么呢 耀老复活之后 纳兰燕燃为何要亲自前来新运阁 求见萧颜拯救云运呢 一起来看看吧 耀老在解除了新运阁的危机之后 此时的新运阁中来了一位萧颜的故人 这个故人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和萧颜退婚的纳兰燕燃 萧颜了解纳兰燕燃 以她的性子应该不会没事来寻找自己 除非是她对师父云运出的事情 事情也正如萧颜所料 纳兰燕燃告诉萧颜 与云运来到中州后不久 便是加入了花宗 这个宗门比较奇异 只招出女人 而且也没有其他势力那般强烈的侵略性 说起来倒是宛如隐世门派一般 之所以加入这个门派 是因为云运喜欢那里的气氛 所以随便挂了一个克青长老的头衔 而纳兰燕燃与云运便常住在了那里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纳兰燕燃和云运二人 是不会在花宗掀起太大的波澜 毕竟以他们的实力 在花宗也仅仅只能算作中流而已 因此一直在花宗的一处后山上升坡 但谁知云运在一次闲逛中发现了一处山洞 而在那山洞中有着极为双腿瘫痪的老婆婆 这老婆婆脾气很是刁钻古怪 在发现云运之后 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就把云运给打了出去 为此云运还受了一些伤 但并没有恼怒 反而觉得老婆婆比较可怜 便每日都来送饭 而这一送就是两年 这老人自称花婆婆 云运不知道的是 这老婆婆已经命不久矣 在与云运纳来奄然 他们生活了一年后 生命便走到了尽头 而且在大县江志时 花婆婆突然将云运叫了进来 以一种奇异的手段 将毕生斗气都封印在了云运的体内 并且还丢给云运一块玉盘 让云运去当花宗的宗主 云运对宗主之位丝毫不感兴趣 本打算继续隐居 结果在半年之后 花宗现任代宗主 却是突然出现 让云运将宗主玉牌交出 得到令牌之后 发现云运并没有难办 便变本加厉的 让云运将体内的斗气也尽数交出 但这斗气已经融入了云运的体内 若是强行起出 必然会伤害到云运的根基 甚至生命 然而花婆婆在生前早已做出安排 不少花宗宗主长老都站在云运这边 花宗宗主不敢抢夺 被云运定下了赌约 这花宗内有一个传统 每个花宗女弟子 都可以为自己寻找一个男伴 在对敌之时 可以二人同时迎敌 花宗宗主的男伴 妖花邪军 已经达到了六星斗尊 而他本身也是一名四星斗尊 二人联手 云运自然不是对手 云运本可以逃走 但却认为这斗气 本就不属于自己 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 就答应了这场比试 已经做好了将斗气交出的准备 但阿雷夹然明白 事情并不会如此简单 为了老师的安危 并来到星云阁寻找萧嫣 得知这些情况后 萧嫣一刻也不敢怠慢 带着亲民立刻朝花宗赶去 等萧嫣三人赶到的时候 花宗宗主已经对云运步步逼近 就在这关键时刻 萧嫣出现在云运身前 看着眼前的背影 云运有些恍惚 几年时间不见 如今的萧嫣 已经不再是当年稚嫩的少年 现在的后者 即便是在这强者如云的中周 都是拥有了不硕的名声 现在的萧嫣 已经真正具备了 站在他身前 遮挡一切风举的资格与实力 时隔多年再见云运 萧嫣大笑一声 温柔的让云运退下 他要依然迎战花宗宗主 和妖花邪君 新运格刚和魂殿大战一场 魂殿定然也不会善罢甘秋 如果云运真的当上花宗宗主 未来对萧嫣 也是一个不小的助力 因此萧嫣对着花宗宗主之位 势在必得 妖花邪君对萧嫣很不屑 自己六星斗尊的实力 而萧嫣才二星斗尊的实力 萧嫣凭什么与自己道 大战一开始 妖花邪君脸庞上 划起一抹冰冷笑容 脚签一点地面 身形反如鬼魅般的 对着萧嫣暴滤而去 浩瀚的斗气 铺钉盖地的弥漫而出 萧嫣则不慌不忙 先用十一具傀儡 对付正准备 这云运出手的花锦 妖花邪君的攻击很猛烈 但萧嫣将三千雷都 发挥到了极致 配合着天妖皇义的加持 速度已经达到了 相当恐怖的层次 妖花邪君因为追不上萧嫣 便嘲讽萧嫣只会躲避 却不敢和她动手 萧嫣根本懒得理会 她的实力比起 妖花邪君本身就有所扑熟 使用天火三旋变之后 二人才打得起鼓相当 妖花邪君越打越心凉 决定使用天明宗绝血 速斩速绝 萧嫣也正有此意 四种异火同时出现在天空之上 火团在萧嫣掌心中 不断的膨胀收缩 一股股异常狂暴的炽热能量 也是徐徐的弥漫而出 这是萧嫣的毁灭火帘 这种大杀气 蕴含了能量恐怖到了极致 与妖花邪君的地界高级斗气相弱 狂暴的能量过后 妖花邪君全身狼狈不已 嘴角的鲜血也清晰可见 更令人惊骇的是 萧嫣这一招所产生的火烂 连旁边的斗气防御罩都抵挡不住 直接炸裂开来 若不是有花宗长老出手 这大殿 要毁于一大 在一场大战之后 花锦和萧花邪君败在了萧嫣的手中 萧嫣将花宗的宗主令 排从花锦的手中夺过 将它轻轻地放在了云运的手中 萧嫣告诉云运 自己与魂殿解脱 身边多个帮手多条路 如果云运成为花宗之主 未来可以帮助自己 共同对抗魂殿 云运看着萧嫣认真的脸颊 心中忍不住的心疼起来 魂殿这种势力 她来到中州之后自然有所了解 就算是花宗的胎上长老 也无法与魂殿对抗 萧嫣却独自一人承受了这么久 讲到此处 云运答应下来 同时也算是没有辜负花婆婆的一片好意 人本妖花鞋君与花锦在一起 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花宗 如今被萧嫣破坏了好事 杀人自然不会善罢甘秋 打算在花宗之外设下埋伏 而萧嫣却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花宗的想法 在来花宗之前 药老就将古灵冷火送给了萧嫣 这些火虽说属于药老 但是自从认识萧嫣之后 古灵冷火就一直被萧嫣掌握并使用 因此很快就被炼化 焚绝吸收三千燕炎火之时 已经达到了地阶高级功法的层次 现在吞噬古灵冷火等其再次提升 花宗之外的天空在此刻突然阴云密布 胡数雷霆从天空中炸下 就连山川都在此刻地动山摇 花宗有见识的长老看了出来 这是天机功法或者天机斗技出世时候的天地异象 众人接近目光放在了云运的闺房之内 萧嫣的地位在他们心中直线飙升 拥有天机功法就预示着未来注定能够突破到斗盛级别 到时候因为云运与萧嫣的关系 花宗的地位定然会提升一大截 凌驾于天明宗之上 焚绝进化为准天机功法 让萧嫣颇为欣喜 但是对于实力的提升却有些不满 居然只提升了两颗星 达到了四星斗尊的层次 竟然花宗的事情解决了 萧嫣也必须回回星云格了 但是在离开之前 萧嫣还是不太放弃云运 花婆婆的斗气虽然都非常精准 吸收之后不会影响云运的根基 但是这股力量吸收的速度太快 也会造成云运未来斗气虚浮 萧嫣取出不少药材泡入水中 随后让云运退去衣物 在水中盘膝打坐 吸收药材中的能量 等水变清澈之后 萧嫣伸出手指召唤一火 用食指在云运肚子上开始刻画封印 很快就将天火封印之术刻买云运全身 在丹田之术留下一个缺口 让花婆婆的斗气 缓缓的被云运吸收 做完这一切之后 萧嫣才终于能够放心离开 但他不知道的是 妖花邪君已经联手魂殿九天尊 在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并且此时此刻的子言也危在旦夕 只剩下不到一周的寿命 那么萧嫣与子言如何度过危机呢 点击追根据点赞 咱们下期接着看